大套最近很火的水果珍珠 有没有看过 没有 但是看起来颜值好高啊 而且滑冷滑冷的 一咬一咬能爆汁 关键是你看他的做法 他说手长胆也能做 太容易了吧 我感觉我也行 把喜欢的水果切成块 这哈密瓜味做起来一定很好吃 哎呦不错嘛 那我来整一个火龙果的 我跟你们说 那个芝麻就从火龙果上面抠下来的 你怎么跟小熊一样啊 哪里 本来就是 我再来整一个苹果 然后顺便给大家表演一个削皮 你能不能削成一条下来 啊不行 我不能 水果都切好了 接下来呢是非常解压的一步 果粉 木薯淀粉 盆里倒 然后呢把水果放进去 那裹上木薯粉 这个操作好神奇啊 感觉就是做那种会被妈妈把的事情 会吗 我感觉好像做那种汤圆 然后就摇晃它 你有没有力气的哦 你摇半天 那个水果都在原地不动的 那粉太少了 你摇 我来摇 我怕你一会摇我一声 不可能 我技术稳稳的 你这样就能裹住吗 哇 你那个粉啊 还是整个勺子搅拌一下 比较均匀 不然它们都黏在一起不分开 这样子就能变成那种珍珠 我觉得很神奇 应该要粉裹的均匀一点吧 仔细一看这卖相确实还可以啊 我突然有点期待它的口感了呢 对啊 煮熟的水果 我都没试过 就很神奇 咕咚咕咚 水已经滚了 放水果汤圆 它不是珍珠吗 哦 珍珠 哈哈哈 水果珍珠 水果珍珠 说了说了它就变成汤圆了 给它们洗个热水澡 来看一下要煮多久哈 然后再煮一盘中 等一下冰水 哦 等它飘起来了 再煮一分钟 还要过冰水 咕咚咕咚咚咚的好治愈 好像基本都飘起来了 那我把它捞出来 然后过一下冰水 它说过完冰水就会晶莹剔透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现在看反正还没用 来把它装起来 装杯摆盘 它的表面真的是晶莹剔透的 就跟珍珠一模一样 来加入鲜奶 哇看起来好好吃哦 让我来试一下这些网红脖子 有没有骗人 他们说吃起来口感是Q疼Q疼的 我来一口 怎么样怎么样 嗯 糯糯的有没有 真的好吃耶 跟你跟你在外面买的那种珍珠奶 像一模一样 又留一口啊 你别顾着你自己吃 网红水果珍珠挑战成功